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昨晚狼队轻松凌风老干爹大鹅 取得春季赛八连胜 成为了真正的春季赛大魔王 只有一star能跟狼队掰掰手腕了 昨晚的比赛金语玩得很high 不仅再次拿出了肉铠打野 甚至首次拿出了敏玥打野 效果都非常不错 另一个发挥出色的选手就是飞牛 他第二局的旅路拿到一波四杀 大招命中率非常高 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波四杀吧 下了一个将成的计划 是的,但这波 蓝走了呀 目的是有破局的 再来一刀再砍一下 将成的复活 将成的复活站起来之后还是要死 蓝 像鱼正王了 但这波蓝进去想要收割 但是凯在旁边啊 回头挥上了一刀 但这波蓝帽想要秀 秀不起来 再来一刀 再来一刀 四年才完 飞牛真的可以说是饱到未老 你他现在的状态去打押运会 也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目前的蓝队跟前两个赛季的一star 真的很像 同样是常规赛一场比赛都没有输过 完全统治了赛场 本赛季的蓝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飞牛这波厮杀呢